解放軍具備在2027年有侵略台灣的能力 如果假設這個假設是成立的話 那明年的總統跟立委選舉 對台灣的命運來講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當然中國也了解 所以中國一定會想盡辦法騷擾台灣明年的大選 不管是軍事的外交的統戰的認知作戰的 所以陸委會主委邱泰山他就預估 他說今年恐怕中國對台灣的統戰會大爆發 包含有可能軍演也會大爆發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這個月底會有兩件大事發生 一件就是3月29號 蔡英文總統要出訪中美洲的邦交國貝里斯跟瓜地馬拉 另外一件事是3月27號 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要去中國訪問 但是中國從今天開始 在南海要連續進行38天的軍事演習 我不曉得他是放李炮歡迎馬英九 還是放大炮威脅蔡英文 那今天第一天馬上有狀況 在恆春外海 中國的軍艦 中共解放軍洞56A護衛艦同仁號 出現在恆春外海通過 被國海軍巡防艦廣播驅離 情況怎麼樣呢 這是台灣ADIZ粉絲專業記錄 今天早上八點多 我們的成功級巡防艦田丹號 在恆春外海驅離中共解放軍洞56A護衛艦同仁號 我們的廣播說 如果你執意進入我二十四海裡臨街區 我將被迫採取驅離行動 解放軍怎麼回應呢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艦在此正常航行 請與我保持安全距離 有種你就不要轉向 試試看 經過我們幾次廣播無效之後 我們的海軍也沒有在怕的 田丹艦採取航向135度進行戰術攔截 就等於是斜插在他前面 不讓他靠過來就對了 期間貢卷也對田丹艦廣播 最後他說 好啦好啦 我現在航向洞35啦 我減速你從我前面通過啦 啊不是台灣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你當作你在淡水河裡面嗎 好當然我們不是要談這個軍事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海軍弟兄弟兄姐妹們 在海上真的很辛苦 但是呢在這個時刻 馬英九還要繼續到中國去訪問 所以我在請問馬英九總統 你去中國的時候 可不可以一下飛機在上海機場 你就說 欸啊你們我來訪問 你們的38天軍演是幹什麼來著 所以創下你覺得這個時候 馬英九堅持去中國訪問 對國民黨會加分嗎 其實國民黨比民進黨還害怕 真的嗎 國民黨內部裡面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害怕馬英九會怎麼怕 我相信其實國民黨真的害怕 但是現在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那個軍演事情 其實這就是美國現在最在在乎的事情 你要知道先前的時候 其實是帕帕羅出來 印太司令部的那個海軍司令 然後會火速遲緣 他意思是誰打誰的 打馬英九的 因為馬英九在2020年11月有句名言 共軍侵犯台灣 首戰集中戰 對 美軍不可能會來 所以美國就會講這句話 那帕帕羅在講這句話 美國的預判 很可能會利用蔡英文 去到美國的時候 尤其他跟麥卡錫線邊的時候 現在連美國的特別委員會 那個主席都說 可以跟麥卡錫一起接蔡英文 所以中國會不會利用這個時候 再來一次利用 比較大的動作 動作 所以今天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預告 但是馬英九現在去的時候 馬英九他一定要去 然後一定要選這個 那國民黨也沒辦法 但是其實大家很擔心 是馬英九會講什麼 那當然現在大家最關切的就是 第一戰 第一戰你的規格是什麼 你會不會把中華民國給消滅了 因為連戰2005年去的時候 在中山寧裡面 記文的時候 寫了是民國94年 所以連戰有講到民國 然後你的愛將王玉琪 2014年的時候 在裡面講的是 中華民國已經存在了103年 他不敢寫 但是嘴巴裡在那個前面 講出來 那現在馬英九其實去的時候 國民黨第一個危機就是 馬英九敢不敢講民國 敢不敢講中華民國 而且馬英九這個時候 去的時候 他也要說什麼軍演 或者馬英九沒那個尬詞 上次那個吳兆春山 他們在最後的幕僚會議的時候 都說你要告訴習近平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當場就撞回去 你是說馬錫會的時候 對啊 所以馬英九沒這個尬詞 直接馬英九真的有尬詞 幫國民黨加分 結果一件事情他到達上海的時候 應該講的第一句話是說 上海我太有感覺了 因為是蔣公親共親黨的第一戰 如果他敢這樣講 國民黨就會被加分 但是馬英九不敢 所以國民黨在最害怕的時候 我想說其實侯友宜現在 為什麼都做這麼多 因為他很怕他下個禮拜 加上馬英九的民調 而他的老師又是蘇起 去跳投馬英九 跳投侯友宜就是支持馬英九 支持蘇起 恐怕下個禮拜他會發現說 哇 不但盧秀燕贏他了 搞不好連郭台銘都贏他了 創下你建議馬英九到上海第一站 就講說上海是當年蔣介石 新黨的很重要的地方 我跟你講首戰集中戰 他就回來了 不是 他可能就不回來了 國民黨也放心了 因為被抓起來了 來 范老師要補充 我覺得馬英九絕對不會幹 如創下所講的事情 為什麼 已經有先例了 2015年11月7號的馬錫 會在新加坡舉行 那個時候是開放全世界的記者 他們進行一個會前的一個吹風 跟記者問答 習近平先講話 講完之後馬英九講 那時候中國的央視直播 很罕見的直播 結果輪到馬英九講的時候 立刻進棚 然後插廣告 他們怕什麼 怕馬英九忽然掏出中華民國國旗 他們沒辦法應變 不止馬英九講說 我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他們趕快 從本來的直播 趕快把它切掉 結果他們太高估馬英九了 馬英九連這個膽子都沒有 他也能說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都不敢講 所以對 而且他後來說還講一個中國原則 結果習近平真的嚇到了 要五毛給一塊 習近平沒有講一個中國 是馬英九講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要期待 馬英九在上海 講這些話 我覺得是絕不可能的 而且他這次安排去南京的總統府參觀 情何以堪 那個是蔣介石被迫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戰 還記得嗎 那時候解放軍衝到這個總統府裡面 把裡面的青天白日白日白日後的國旗 給降下來的那一幕 我覺得每一個國民黨的人 都應該是歷歷在目 而且不會再看到這一幕的到來 結果馬英九竟然去複習 去看那個總統府 我覺得中國的這個安排 完全是屈辱式的 那剛剛講過 現在中國3月24號要軍演38天 到4月30號 同一時期 美國跟菲律賓也要舉行軍演 肩並肩 從4月11到4月28 完全重疊 我覺得中國這次的軍演是在南海 並不是在台海 對 才在南海 那剛好美軍也在南海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很有可能是 台灣跟菲律賓跟美軍 有沒有可能透過 反而透過這一次的共同來進行合作 因為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 今天就出現了 我們的海軍跟主持統 解放軍已經出現了 這樣一個對峙的情況 還好我們的海軍非常的有gas 直接穿越 所以我覺得未來這個危機 有時候可能是轉機 或許真的會有這一天的道理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他在接受自由時報 關我什麼事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說 中國對台灣統戰單位 三年沒有業績 因為過去三年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他不能來我們也不能去 很可能把這三年的業績 希望在今年能夠把他補足 明年又是總統大選 呼籲全體國人要小心謹慎 邱泰山這樣呼籲 當然是對的 可是 玉慧這不是統戰嗎 馬英九要回去記住 湖南相談 對 馬路鋪立青 馬士忠祠群組 各種親戚朋友都跑出來了 鋪立青 所以代表他們平常沒有 沒有丟媽嘎嗎 馬英九要去中國記住 如果單純是記住 他的身份又不是前總統的話 我老實講我一點都不在意 我還祝他一路順風 但是問題他既是前總統 而且又是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馬英九他現在此行 可以說是極微不至 我先給各位看 這個是今天所出來的新聞 美國眾議院的外交領袖 他說中國一定會試圖 要影響台灣的大選 然後講話的是誰呢 有布林肯 然後有共和黨的麥考爾 然後他講到了什麼 他們擔心 美國擔心台灣什麼 他提出來擔心台灣有三點 他說他們認為 美國認為台灣還沒準備好 而且美台沒有聯合的軍演 然後第三是美國對台軍售 現在也嚴重的delay 那他們希望說 這個三個問題能夠趕快地解決 因此現在美國正在加緊他們的腳步 不管說是跟韓國跟日本 跟AUKUS或者是各方面的合作 希望能夠趕快來補強 但是問題是馬英九在蔡英文總統 他要去這一趟的出訪 即將為台灣在國際上面 可以說是宣示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且也回應了國際上面如何來看待 台灣在國際情勢改變當中 台灣在地緣政治的一個提升 台灣怎麼作為一個國際上面負責任的一份子 但馬英九卻做這件事情 我給各位看 這個標題叫做港媒 港媒說馬英九28日將在中山林發表公開談話 就是剛才這個創下所說的 他到底要怎麼講 這個是內容是國民黨現在錯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這個所謂港媒 它是真的媒體嗎 很抱歉他不是 這個港媒它的英文叫做HK01 它就是一個內容農場 就是中國的放話管道 就是中國黨媒姓黨 那就是中國的認知作戰的一個標的 那這一次馬英九去 他這一篇這個洋洋撒 講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我把重點畫出來給大家看 重點在這一塊 蕭旭成就是馬英九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他回應了港媒 就是那個香港的內容農場 說這次他們要去中國要講什麼 剛才不是告訴我們說要去記組嗎 他的鄉親不是都嗨翻了嗎 還不博油 可是蕭旭成怎麼講的 蕭旭成說 馬英九此行統一 就是寫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修正條文當中 統一不應該是個禁忌話題 如果大陸他講的 大陸主張和平統一 兩岸學生可以討論如何統一 有條件統一 甚至成為辯論的議題 最重要的是踏出那一步 那一步是什麼 是跟中國談統一 馬英九 你不是要去背望 你不是要去掃墓 怎麼講到統一呢 幫國民黨立幕 不是 不開玩笑 現在他如果去談統一 國民黨盡量去揣一旦 竟然是吊起來立竿的那種情況